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一年四季都用羊肉嘛 夏天又服养节吃羊肉 排汗 排湿的那种去毒 当时呢 我就看到这个市场之后呢 我感觉开一家属于自己羊肉的一个餐厅呢 应该是有市场的 对 那就是说国内也是就是做餐饮 对 相当于在国内已经积累了一些很丰富的经验了 所以来到这边也是比较顺利吗 做餐饮 那不能谈上顺利哈 但是也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 因为国内呢 有相关的一些十多年的经验吧 到这里之后呢 也通过一些学习 交流和一些调研 大概两年的时间 我掌握到了就是基本的就是能开一家餐厅 我认为比较有信心的那种状态下 我开始就是找店面 找位置 研发菜品 找材料 定位客员 种种吧 大概我筹备了有半年的时间 就开了我们好级学员馆 就是位于在那个在我们 Richmond Garden City 那个拐角那里 哦 对 对 对 是 那你说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当时决定来文化呢 其实怎么说呢 人生啊 可能都是一种 尤其是上天的眷顾 或者是贵人的相处 我来文化呢 是我一个老兄 他07年移民文化 他来了之后呢 后来有一次回国 我们跟他街坊吃饭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他说我带你去文化开一家咱们自己的餐厅怎么样 所以说我说那可以啊 当时我还不太相信 后来他又给我打电话 到了他办公室 他说这个是真的 正好那边有一家餐厅呢 是有一个名额 雇主的名额 他先帮我提前耗在耗着那里 他就说 跟他说 跟那个餐厅老板说 我过几天回国 我为我那个兄弟 我感觉他应该符合这边的这些基本条件 对对对 是 那您相信就是在国内 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有备而来来开餐厅的是吧 对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吧 对 是 那你说就是您的第一家店 然后就是在Garden City在那边 对对对对 然后呢 你说也开了十多年到这 到今年为止呢 肯定是经历了这个疫情 对 是的 对 那您是在经历了疫情 其实很多餐厅我们都知道 他也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那您反而把这个餐厅给越做越红火了 对 每天呢 每次我来 我就发现这个生意是非常的好 那您有没有什么这个诀窍啊 其实呢 诀窍都没有啥 因为做餐厅啊 做餐饮是做饮食啊 做饮食呢 首先就是产品 首先你产品啊 就是说 你要诚信经营 要有这个 让客人食到的这个食材啊 要用良心对得起顾客 不光食材的那个卫生角度 选择的那个角度 包括我们加工的那个程序 包括我们给客人上的桌面上 对 它是让客人舒服的 是 是抱于真诚的 你比方说我们餐厅有一个鱼羊鲜饺子 对 饺子 我们从食材的把控都非常严谨 我们从来不去采购哪些 就是市场上 搅碎后的那个羊肉碎 对对对 我们都是自己用好的羊肉自己搅 选在哪个部位的羊肉 都是自己搅肉的 对 所以说就食材好 这个食品 对对对 吃的也放心 吃的也放心 那咱们这个好气餐厅 您觉得最有特色的菜品是什么 因为在做餐厅本身 我也是做餐厅这二三十年 也是一个对家乡有眷顾的一种 有情节的一种心情 因为在海外 不管是咱们北方人或者南方人 或者是沿海地带的 就是说他来到海外之后 转一圈旅游玩 怎么转一圈之后 都想品尝一下当时家乡的味道 对对对 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所以说我们餐厅呢 是传扬了我们这个中餐 北方菜品的一种基础的 传统的一种烹饪做法 对 又加上了一些 这个在当地食材的基础之上 和口味的调节之上的 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式 你比如说我们的菜品 我们传统的这个 舵子羊肉 对 这是有千年的历史 在我们河南商丘 对对 豆子羊肉 加烧饼 烧饼呢 本身它就是一个 也是一两千年的一个 这种小麦 面粉作为这个主要食材的一个 就是在我们老家叫什么呢 就是有一种小的时候 改变生活的一个 典型 一个面食 面食 面食 就是怎么这样讲呢 就是因为为啥做这个烧饼加肉呢 因为我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 当时我很小 我的哥哥们 他们就是去街上 集市上去赶集啊 勾制农副产品 一些用具啊 他们回来的时候呢 会在集市上买上一个 两个烧饼 旁边呢还有一家做 剁子羊肉的 买了烧饼之后 我记得那时候 好像烧饼一毛钱一个 对 再加上五毛钱的羊肉 再加上五毛钱的羊肉 再加上五毛钱羊肉 买两个回家 烧给我们的父母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给父母啊 给长辈啊 买这个烧饼加肉 是对父母最大孝敬的一个行为 让人特别感动 是对 那所以呢就是说 您这个开餐开餐厅啊 做这些比较好的菜 那一方面呢 也是有你自己的记忆的味道 也是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 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哈 那是的 因为你看我们河南的 传统的这个烧面 是吧 我们的这些这个这个这个 红梅羊肉 这些胡辣汤 所以说这个生煎包子 它都是那种儿时小时的那种味道 但是来为了这个银河市场的需求 我也大量呢 才就是了解这边的一些 货源的生产的厂家 包括一些这个 这个虚目的那些农场主们 对 那我了解这边货源之后呢 我根据货源的特性 而创造出了 就是说 寄到一些咱们有特色的 餐厅招牌的野菜羊 对对对 比方说我们的香拉大潘羊 是香拉大潘羊呢 是我看到这个食材之后 我当时我两眼放光 心里特别欲悦 我说我一定会拿这个食材 做一道我们店的照牌菜 哇 当时呢 说实话 因为那时候吃羊很少嘛 对对对 它是香辣的 另外香 辣 而不腻 就是口味非常肥美那种 所以说现在我们每年 这个餐厅下十年 一年卖一万多份 哇 那这个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这几乎是美罗币点的 对 这一年卖一万多份 那除了这个你们这个精湛 比较好的味道之后 还包括您这个人格魅力 那么由于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 在广告结束之后 我们节目继续